鸿海 2317 选定美国威斯康星州拉行郡 Rossin County 的蒙特普莱森 Mount Pleasant 村设立先进面板厂 鸿海表示当地才华洋溢和勤奋的人才是最具竞争优势的关键 鸿海发布新闻稿表示 很高兴宣布将在拉行郡的蒙特普莱森地区建立世界最先进的面板制造园区 作为集团在威斯康星州创造一万三千个工作机会的基石 鸿海指出 期待未来能成为当地社区的一份子 并透过更多企业及厂商参与此计划 投入威斯康星州当地的产业供应链 进而创造数千个额外工作机会 对于选定拉行郡打造先进制造园区 鸿海指出拉行郡充满才华洋溢和勤奋的人才 是此地区最具竞争优势的关键 也是鸿海集团选择在此打造第一个先进制造园区基地的原因之一 鸿海表示将和拉行郡人民一同努力 在美国创造稳健的8K5G生态系统 以满足未来先进面板显示技术的需求 鸿海董事长郭排名特别助理胡国辉 在当地举办的记者会上表示 此次投资不仅包括将直接雇用一万三千名员工 也包括其他数以千计的供应链厂商将投入这项计划 鸿海集团此次首选美国威斯康星州规划先进8K 一经显示LCD面板厂预计2020年完工 为来四年投资美国规模估达100亿美元 约核心台币3000亿元 鸿海这次投资是威斯康星州史上最大经济发展计划 也是有史以来外国企业在美国最大规模的绿地投资 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与美国总统川普与台湾时间7月27日 在美国白宫同台出席记者会 共同宣布这项重大投资计划 中文字幕提供